好久没看到早上4点多的摄氧了 今天的冬天 冬黄产 现在我们跟导游过了 冬黄产这个地方啊 距离水扬大概200多公里的车程 快到单栋地界了 这里距离单栋也就60公里左右 一会儿我们到这集合买票 开始精神 今晚到达9时的减料宝 现在到达9时的剪达 我已经去看了 今天我们在南方 我们就在这边 那边是 还没关系 我现在到达9时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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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钢基三门所锁道的一个位置 因为我们没做锁道选择是自己走上山 所以说就得通过这个步行道自己往山上爬 现在已经开始爬山路关了 上山的时候找这个台阶的真是特别累 越走脚越沉 平常一天只能走两千步 今天爬山全程下来估计三万步转右 爬这档山要把能量带补 人均必须得三瓶水 我们现在到达第一个小景点 大家看一下乾隆六年4月9日 这边看着是特别险峻 这有一个上山的小道 从这直接就可以上去 我们现在的这个景点叫凤凰山 凤凰山当然有个凤凰洞 谁陪我野海的花儿开了游落 这洞还挺深的 里边光纤彩花已经往里边走了 明代古道 明代古道上面有一个观音阁 刚才看见一个小松鼠 前面就是烂车锁道 坐锁道桑山戳过了很多风景 看这一棵树把路给拦住了 挺漂亮 现在走到这儿 我都感觉这块挺高了 前面就是凤城 算上特别凉味 虽然有点烦 但走起来一点都不是干 有没有你们锁在上面的锁头 上面磕了不少汁 现在往前走就是长龙岭 小牛背老牛背 到达老牛背的时候 我们就到达凤凰山里顶峰了 这有一个小亭子 卖吃卖锁的地方 开始了 你饿了 要不要吃两个 要是一两个吃的话 我不得在意是吧 现在锁子呢一口一口 对对 这时候喝 这都不喝没有 这也没有啥子 没有这鸡蛋 应该是从那边下去还有吧 鸡蛋补充一个人 哇 三点一个鸡蛋三块钱 十块钱三个 把池最带好 你们说把口罩都摘了 我一会把口罩也摘了 昌龙岭 小牛背老牛背 还有两站 我们现在前面的景点就是小牛背 过了这个小牛背 过了前面这座山峰 在最高的位置就是主峰老牛背 还有一段距离 咱现在刚过小牛背 咱现在刚过小牛背 咱现在把这个箱子固定一下 我这后面 对于云岗的人不太友好 那我先走 小牛背我们过了 走过来偷一个比较咸一点的景点 继续往前走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看这个石头都已经走过了 走这小路有两个路线可以选择 难度两个线到难度四个线 我们现在挑战的这段路就是 难度四个线的路 我现在往上爬啊 我现在往上爬啊 这块这个地方太小了胖了过不去啊 我背吧我过不去啊怎么办 我这爸我摸得醒了 到这块你们最好一个人一个人过 这个人要过不去的话就容易踩你们脑袋 刚才走到最小的地方 我背着把差点给我爬过了 休一会前面就是风火台了 现在我们到三顶风回来了 脚大一点都晃不上去 就这么宽道你让我怎么过 我一般有火的话你不适合来着 看一下啊 我都快要卡在中间了 再胖一点就卡中间了 前面是我到这个罗汉峰顶峰了 这里就是罗汉峰顶峰 最显峰的山峰就是老牛背 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就走到老牛背了 铁的肘 上山容易下山难的 瞅那个提带往上爬 现在是90度角往上爬啊 咱现在刚过托尔峰前方的这个景点就是 凤凰山的主峰也是最出名的一个景点 老牛背 这里就是凤凰山最显的这段路 我们现在开始 这小山间里有泉水 上面整个青苔比较滑 就这一段上面路就好了 学姐服务了呢 如果同样的路让我往下走 这绝对是一种挑战 山里的风景空气都特别好 这是老牛背入口第一个比较陡峭一点的地方 老牛背应该是在最上面 我们现在继续往上走 登山的时候啊 一定要提前戴一个手套 这样爬山的时候不会那么扎手 前面就是老牛背主峰 最后的这段路啊 是最陡的路 鞋要是有点滑的话 一定要扶好 最好身体面 坐在栏杆之内 这个栏杆不算太高 这样就算自己滑了也能保证安全 现在通过老牛背 前面就是玻璃栈道 大家看一下脚下 这么宽的位置 从这过来 老牛背虽然挺险 但是距离不算特别长 往上走我们就到火力栈道了 白布景就是特别陡峭 只容一个人经过 现在我用第一次脚 来爬爬这个白布景 90度垂直 我现在相继是挂在 背包袋上 一明注意脚架别拆空了啊 好的 看远处这个山坊 我们都是在这个山的顶峰 扶着栏杆一步一步爬过来 窄的地方 甚至胖一点人都过都过不去 必须得车身通过 老牛背三顶的卫生间 在大山上建了一个卫生间 好看一下周围这个环境 从山下登顶老牛背 到老牛背顶峰隔离山道 我们大概走了得有三个小时了吧 没有了 是吧 三个小时成功登顶 中途我们也没休息太长时间 感觉体力还是够用 不是特别累 现在我们在玻璃栈道上 对于我们这种运稿的人 不是特别油耗 我手要不扶着点的 我这始终没有安全感 他不说有一个3D平塔的吗 那是前面的 你已经傲子了 你已经傲子了 你傲子了 好啊 玩玩玩 眼光太刺眼睛了 这边是从山峰上那走 从这个老虎口过去前面是渐渐风 这个背头是什么 背头是不行吗 背头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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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有吧 这个倒是特别特别散呀 这视频里 看见了吗 我看这里基本就是半顿 太宰了 卡住了 哇 你那包你拎着就好了 我这地下爬着走 哇 太宰了这个地方 太宰太宰了 十八五十八五哪里来拎 十八五现在必须得拎着走了 要不我们过不去了 我这一步一步往前走啊这 你看咋瘦人儿啊 根本是斜着走 我这个 我这个 这不是咋瘦人 因为瘦人没个门 放人就完了 我这个是咋我还是可以出 哇 终于通过了 这样我好像卡在那儿带个板 下山的路也特别走啊 闯口气儿吧 这腿疯疯就变往下下了 我们刚碰过这个老虎嘴 也就是老虎口 现在有一段下山路 垂直90度啊 上山容易下山难 前面有一个缓步坛 我们到这儿歇一会儿 自己继续前行 这里就是箭眼的 大树南内鬼虎寸东啊 这里就是箭眼的 后半坯 看这块大石头 从这个环步拉上来啊 就能看到 刚才我们就是从这个位置进来 现在往山上走 还有不远的 你们快一点 加油 加油 我不行了 我得歇一会儿 这个膝盖也有点支撑不住了 我们歇一会儿再走 上山下山爬这种山 你要是膝盖死不上劲的话 容易摔垫头 这里有个休息区 英三红红 到这儿来吃点东西吧 喝口水再走了 腰还有挺软的 现在还有俩山 喝口水 一会儿我们还得继续登顶 最后一个山峰 爬上去我们就下山了 扶住了啊 现在这里是顶峰天涯海角 这里就是天涯海角 令人死 我们现在已经 到到凤凰山的最顶峰了 登顶了 手机揣住了 那手机要是掉底下 那啥啥啥啥去 现在我们下山了 这里面还压着不少钱呢 风哥你过不去 虚哥行 人要是不撤的事根本就过不去 我横着过就卡这儿了 哎呀 风哥小铁哥还是不撤的 前面有一个夹扁寺 我们贝格宝从这儿肯定是过不去了 太窄了 真的把人夹扁 山上的风特别大 糊糊的 这对映告的一点儿啊 特别不友好 到找我钱我都不敢坐呀 这个票往下山直接可以做 坐车下山 就不用直接走下去了 大概能节省一个小时的时间 一会儿我们就坐车下山了 刚才问那个工作人员呢 我们刚上来买了一个票 下山车的票 不是在这儿坐 还得往下走 大概还有几公里的路程 走路啊 据他说是一个小时 我估计没有那么用 我们到下一个景点 直接坐车我们就可以下山了 跟团走啊 就是时间特别紧 如果要是自己来的话 直接可以走到山下 大度能容天下 这都是治安的三泉水 我们现在到向上的乘车点了 不用往山下走了 前方就到了我们观光车乘坐中心 大概的路程还是要走三公里 坐车呀就几分钟就到了 我坐这车就会下山了 现在我们下山了 我不考虑的是想跑 再坐一会儿都已经坐吐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